大家好,我是游钓型 对于打卧以后,为什么不要马上下杆 是有以下三个原因的 第一,需要有一个幼鱼等鱼进窝的过程 野钓水广于西,选好的钓位水底往往是没有鱼的 除非你是接其他钓鱼的热窝子 也就是钓友一直在这个窝子里上鱼 他有事要走人,你去接着这个窝子钓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大多数情况刚来到一个钓位啊 这个钓位水底往往是没有鱼的 在没有鱼的情况下,打一个窝子 你马上下杆,自然是不会有鱼口的 因此就需要在打了窝子之后耐心等待 至于等多久,就要看水域鱼的密度 也要看离鱼的开口期还有多长时间 鱼的密度越大,离鱼的开口期越短 等待的时间就越短 第二,需要有一个通过鱼的试探 释放警惕性,同时吃掉一大部分窝料的过程 即使选好的钓位水底有一些鱼 但我们并不能确定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不管水底有没有鱼 都要首先打一个窝子 打了窝子,即使窝子里有鱼 那鱼就会在一堆窝料面前啊 先做试探,然后慢慢从窝子外围开始吃窝料 这个过程啊,时间很长 如果窝料打得多一些 这个过程用的时间就会更长 因此打窝以后,一两个小时才开始有鱼口 是很常见的事 第三,需要有一个鱼诱鱼的过程 打了一个窝子之后,鱼是陆陆续续进窝的 刚开始进窝的鱼,由于数量少 但这些少量的鱼一旦进窝看到屋料就不走了 就会出现鱼诱鱼的作用 就像人多的地方总会有人看热闹 人会越聚越多 鱼也一样 鱼越多越会优来更多的鱼 另外呢,在鱼少的时候啊 胆子很小,警惕性很高 因此这些少量的鱼首先会在窝子外围的转悠 这一转悠啊,不但会诱来更多的鱼 而当鱼多了以后啊,鱼的胆子就会变大 就会开始做一些试探 就会开始大胆的吃一些窝料 但由于窝料很多 钓尔啊,在一堆窝料面前很不起眼 所以鱼是很难吃到我们的钩尔上的 只有等到窝料被鱼吃的剩的很少了 鱼才容易吃到我们的钩尔上 根据以上三种情况 我们在野钓的时候 在打了窝之后 确实没有必要马上下肝 至于需要多长时间下肝更合适呢 是没有精确的规律可循的 因为这涉及到鱼的密度 天气因素,鱼的开口期等很多复杂的因素 但从大概的规律来讲 至少应该等一个小时以上 也就是等鱼进窝了 等鱼有一定的数量了 等进窝的鱼完成了试探的过程了 等鱼把大部分窝料吃了以后 再下肝做掉也不吃 如果你说啊 我有的时候打了窝一会儿就上鱼了 我想说的是 在野钓过程中 那不是必然 是偶然 是个别鱼碰巧吃到钩尔了 因此说 打窝后啊 偶尔的碰巧的 稀稀拉拉的上一两条鱼啊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还不如让这几条鱼留在窝子里 起到鱼又鱼的作用 使其又来更多的鱼进窝 让鱼更快的释放警惕性 使胆子大起来 更快的把窝料吃掉一部分 从而呢 才能更快的吃到我们的钩尔上 好了 喜欢视频请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 谢谢了